在农村生活看看我一天都在忙啥 早上起来菜园子在打理 分为一样储处炒 院子呢也得收拾 要不然就不成样了 最重要的是现在赶上头脑 老妈又给了我一个任务 就是这一大堆的玉米 今天要把它给拖子 本来是老爸老妈的活 但是他们借过都溜了 好吧 活也不重 开始干 先把玉米铺到院子里 晒一上午 俗话说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把媳妇也叫上了 答应了媳妇今天点菜 干净还是挺住的 两个人忙活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忙完了 看了一下时间 快十一点半了 这时间都去哪了 好了 反正到饭点了 开始做饭 既然是干体力活 面食是少不了的 先活活醒着吧 今天既然有了 肉也不能少 这样干的有劲 今天的食材是鸡肉和猪肉 鸡肉是小夫送过来的 说家里养的太多了 吃不完 拿一只过来给小飞样补补身体 老爸听到后也不废话 直接开水烫鸡把毛 非要留小姑在家吃饭 最后呢 小姑也没留住 鸡 跑我这了 你也别说 直接养的鸡就是好 冻了三天 化冻之后还是新鲜 鸡肉呢 直接拿食盐 生抽料酒 腌一下 最后撒点面粉 拌匀 五花肉呢 直接切成厚片 像这么厚就可以 这时候媳妇又点菜 想吃丸子 行吧 媳妇想吃就是嘴大 萝卜丸子 做的也简单 不过大方的萝卜 确实不怎么好吃 萝卜切碎 三点中花 加点食盐 五香粉 还有酱油 然后呢 肉手挖的给抓匀 最好抓碎一点 最后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放馒头 不过 一定要做凉馒头 我太选了 再赶来就好了 给你摆羊肉泡沫粒 不过容的来说 也是做好了 直接下油锅炸就行 这一勺一个 确实挺方便 最后呢 留点油 把鸡也给煎一下 一定要煎 不要炸 要不然太腻了 这个样子就刚刚好 这边处理完 馒头也差不多了 直接揉肉搓出来 就可以蒸 在村里面 最不缺的就是柴火 到处都能找到 想一想 现在每家门户 用到天然气 捞一辈 捞上前了 然后热锅量油 直接开炒 五花肉直接下锅煸 煸到两面金黄 色色误人就行 这个样子挺棒 煸过之后 直接下葱姜蒜 然后下鸡块 最后 酱油 料酒 食盐 五香粉 最后加水 记得多加一点 就这么一锅 烧开之后 这小味 哎 别提多鲜了 汤烧得多 就少不了粉条子 最后再下大白菜 小时候这时馋的不行了 来一块五花肉 看她那吃相 确实是饿了 好了 到最最后 下丸子 这一锅算是起火了 看着都棒 起锅 上菜 时间还没有长 但是我感觉 这一锅 味道 层次感 太足了 再配上这大馒头 干一晚上活 都有劲啊 粉条五花肉 汇鸡 炖白菜丸子 开吃了 嗯 嗯 太晚了 等一下 快吃 麵好吃 麵好吃 麵好吃也好吃 碗子也好吃 那你會煮 好敷衍啊 不敷衍 這是前菜